文化人最能装 文化人换两个字就是能装 蔡运在小说第36回才出场 小说中有关蔡运这个典型官场人物的描写 与小说其他官场的人物相比而言 虽琢磨不多 但形象十分逼真生动 独厚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叹息 作者有意突出他是个壮恩 其目的就在于深刻揭露封建社会所谓的文人的壮恩郎 在封建官场上却是个卑劣虚伪的角色 蔡运安徽出周匡路人 浩逸泉当朝权向蔡迅的家子甘儿子 侥幸地得到了科举壮恩 秘书省正字后升任两怀巡言御史 金平明很注意刻画官场群丑的多样性 对壮恩郎蔡运虽然与当朝权向蔡迅 管家宅迁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但蔡运毕竟是个文化人 有个斯文的外表 其外部动作和言谈话语 看起来还比较文雅 尽管当上壮恩郎带有某种偶然性 但作者并不是把他说成文末不通的蠢菜 恰好相反 壮恩郎蔡运写起诗文 来解释文不佳点 挺有文采的 但这位壮恩郎 其人格调不高 后人对他的道德批评亦较为重肯 虽比蔡运 宅迁略显斯文 但背后的欲望与蔡运 宅迁一样卑鄙 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蔡运作为封建官场文人虚伪之一 在于充当起当朝权向蔡运的夹子 蔡运刚一当上壮恩郎 就迫不及待地投到当朝权向蔡运的门下 做了他的夹子 成了小说所描写的封建官场 从后台蔡运圈内的官员 实际上就是结党 就是为了迎子舞弊 壮恩郎蔡运如此急切地投靠到全项蔡运 画龙点睛地说明了这位壮恩郎的人格卑励 蔡运作为封建官场文人虚伪之二 在于回乡省心时在西 门庆处打秋风 蔡运刚步入试图 囊中空空 他回家探亲 出经清河 由蔡兴家的管家柴迁介绍 于本营当中壮恩却因为出身涉及挡过刘弊 而被拿下奔回头衔的喜好 南风南色的近视安晨一道 到西门庆家拜会并打秋风 这位蔡壮恩公开向西门庆所前 声称他这次回乡探亲所带的怒费较少 想向西门庆借点钱 就这样从西门庆处借的白银一百两 然而就是这一百两白银的馈赠 已经是堂堂壮人狼 在西门庆面前供钱有家 一再表示不敢忘得 他太嫩 不久曾经接受过西门庆大量财物的蔡壮儿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恰好新任两淮巡言 直接掌管两淮言物 与宋盘途经清河 又主动邀请宋盘代会西门庆 既受其重会 又为西门庆提供了与宋盘勾结的门径 西门庆扮演也 他行使两怀巡言御史之权 让其别别的严商早涉怀言一个月 以此作为报答 西门庆因而谋得两万银两的暴力 壮儿郎蔡运在西门庆的金钱 美女等糖衣炮弹的攻击下 实际上已经成为西门庆在官场的又一个靠山 又一把官场保护伞 蔡运作为封建官场文人虚伪之三 还在于想留下自己重情义的美名 西门庆纵遇身亡后 这位壮人狼 当然不是像柴妾那样 穷凶极恶的去索取四个女子 而是亲自前往平调 一本正经的询问西门庆病死原因 并郑重其事的拿出了两匹杭周券 一双绒瓦 四尾白熬 四贯秘箭 全作电仪 他还装模作样的拿出五十两银子 以环第一次路过西门庆家时 所借的那一百两银子 这位壮人狼极其虚伪 要给世人留下一圈始终之交的美名 从这就不难看出 这位壮人狼蔡运 也是一种世交立合的交往 与宅仙相比 过显得较为斯文写 完全是一种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排放的虚假 而卑鄙行为 金平梅中所刻画的壮文郎蔡运 就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 封建官场上 带着壮文头衔的虚伪文人 运营小说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唯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